我们最新上调第二季平均金价至1710美元,并上调今年基本预测,由1640美元升至1680美元,维持2021年全年金价预测1925美元。 我们维持金价中线向好预测,基本情景预测维持2021年,或突破2000美元。不过,今次黄金牛市已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,目前金价维持在约1700美元,对资本保值的投资者来说已算回报不错。 一旦股市有新一轮抛售,投资者或平调手上黄金长仓,未来数季黄金很容易被抛售,金价或回调至1500至1550美元范围。 我们建议趁低吸纳,但亦须主要目前黄金仓位风险。另外,我们亦关注零售黄金,销售,例如珠宝,皮药,有机会拖金价后腿。 我们相信金价较大机会,市价缓慢上升,并大致维持在1600至1700美元水平,而非急速升至1850至1950美元。 而2021年环球增长及新兴市场复甦,将会接力支持金价另一波升浪厂上至2000美元。 技术上,日线图上,金价似乎有机会向上突破收窄三角形态。月线图上,金价3月份调整和2008至2011年相似。 调整后重拾升轨,重要阻力划为1800美元附近,支持划为1660美元。 调整了,这次资则传选拟大帖鑶轨,需要方法力向上断水平,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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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平等。 作为1次资则传选拟大帖鑶轨,减 t下站起来而入门。 资则传选拟大帖鑶轨,关销三角形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